可以搖滾也會當輸情 他剛成立沒多久的每一集大團團 為主唱和鼓手一個無限 但特別是他的身份 不是國中生就只是小孩生 這個很特別的團團 是由新義鄉帝離村的一個火藥所造成的 團團就是他的爸爸權戒員 雖然過去因為發生了異歌 現在全身區都沒辦法叮噹 但經過他兩年來 用功的培訓稼僱 現在跟團團已經有未來表現 對你也是這樣跑拉子行的 雖然我現在手 因為我受傷 我現在手沒辦法彈吉他 沒辦法示範 我都是用我 我都是用講解的 然後想盡辦法 我講一遍聽不懂 我就講兩遍三遍十遍二十遍 但這樣子讓他們能夠懂為止 我才會叫他們去操作 操作歌要怎麼樣下去彈 這連團團中爸爸無法出國做事 出來經濟都是要外國媽媽做人時間 家境不好 但小孩都會有很多事 尤其知道爸爸過去也要參加過跟團 大漢章的小孩竟然跟他希望 照著每個早餐跟團的行列 來演唱爸爸的夢想 就是到了真正就是覺得說 我樂器都有學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乾脆我來組一個樂團 因為我看到爸爸 他以前他的夢想沒有達成 然後就覺得說 那我來幫他達成好了 然後我就提議 我就跟他提議說組這個樂團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想要的 既然他們想要的話 我能夠給的 我就盡量給他們這樣子 靠著朋友關鍵的家庭 以及家裡親人小孩的全力支持 家鄉部落有興趣 讓小孩也擁有參與 這連每個早餐跟團團順利勝軍 雖然現在表演的機會沒多 但靠著大家 只能哭聲的演奏態度 這些小孩都已經不會用到 完美的祖星星 並感謝團長爸爸的出身和教導 其實每次他當我們去表演完 的時候回來我就跟他講 我就一直跟他講謝謝 在學校有一起社團嘛 然後一起表演這樣 然後就他們就 就是邀請我到他們家那個 就是一起練習這樣 然後就湊成一個團了 真正的演奏 就是這點小孩 電影主持的表現 他們也希望 照著跟團表演 創造去探機 來改善加進 未來民眾 哪有機會看到他們的演奏 不讓這些學生小孩 這個熱情的支持和鼓勵 記者結婚宣最高報道 記者結婚宣最高報道